在河边发现一个DDV的瓶子 里面竟然出现了两个脑袋 这是啥玩意儿啊 每个脑袋还带着四个徐子 不会是什么鱼喝了DDV变异了吧 哪里 让我从后面给它来个偷袭 哪里吧你 看我用手一钻 居然缩了回去 它俩在干什么 其中有一个要探除了头 它俩是不是喝完DDV变傻了 我要把这个瓶子倒出来 这个瓶子里居然还挺沉 看它俩的如山 这面目到底是什么 还是两条挺大的鱼呢 当我徒手抓这条鱼的时候 它居然搜了一下跑了 竟然钻在了石头的底下 看这条鱼非常的好看 再来徒手抓这条鱼 我就不相信它还能保住我的手掌心 我却不好 我再次被这两条鱼打脸 那条鱼居然钻到了这个槽里 它瞬间居然消失了 我们进去观察观察 它跑哪去了 我好像看到它的身体了 马上用我的小手把它抠出来 河水太凉了 要把我的手拔出尽了 这回我好像摸到了 又想偷出我的手掌心 这回徒手成功把它抓上来 看看它的真面目 它到底是什么鱼呢 再看看这条鱼 居然钻过了这条石头 经过上次抓鱼的经验 抓这条小鱼游刃有鱼 看看这条鱼的肚子还挺大 应该是活运了 还有可能在那个瓶子里 是鱼就被吃的 老铁们这样的鱼还能吃吗 还是先把它们放了吧 就在这个荷藏的旁边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羽毛 这是什么鸟的毛呢 看看这个羽毛的根都蛇了 可能这个鸟遭遇了不次 让我们看看附近 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没有 按上了好多柳树 在一堆数字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让我用手勾一下 有好多数字都是障碍物 这也太难了 根本很难踩到 我用了九牛二手之力 终于把它踩到了 这个白色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它不会和那个鸟毛有关系吧 或者是这个鸟的死亡 会不会和这个DTV的瓶子有关呢